你前妻會回來 會要回來台灣嗎? 其實說真的我不知道欸 對啊 真的不太清楚 如果前妻回來我應該會生氣 是我的 日本做仇田後服員愛和江洪杰 去年7月宣布結束婚姻 兩人各自回復單身後 服員愛從去年底就沒有回台灣探親 江洪杰之前受訪稱說 女方回台探視家人是她的權利 在全明星第四季記者會上 才被記者問到 前妻是否會回台 沒想到昨日服員愛卻 喬喬來台接走家人後 就沒有再聯繫 也讓江洪杰罕見動怒發文 不懂昨天這是什麼善意的交接 從昨晚帶走到現在 不接電話也不回覆訊息 這叫做善意的對家人好嗎? 暑假到了 你們要帶小孩出去玩 去認識嗎? 我現在錄影應該沒有辦法 對啊 因為我們都是每週在錄影 你前妻會不會回來 對 要回來台灣嗎? 其實說真的我不知道欸 對啊 真的不太清楚 如果前妻回來我應該會生氣 是我的 被問到服員愛有可能帶家人回日本嗎? 加洪杰公司表示 女方有這個權利 但帶回日本需要手續 應該不可能貿然帶回日本 而加洪杰目前是否有聯絡上服員愛 經濟公司帶由加洪杰回應 目前有聯絡到女方 但沒有通到電話 僅用訊息聯絡 對此服員愛閨蜜間詩人教練 湯元元證實服員愛已經回去日本 週晚則是為女方發聲 痛批加洪杰趕盡殺絕 她在微博方有感嘆 一年半了 誰能體會一位媽媽 一直見不到家人的心情 多少苦多少淚 都自己咽了下去 我都看在眼裡 疼在心裡 並指控這段期間 江先生不斷放出各種新聞 做出好爸爸的形象 但事實上 卻是不斷阻止讓服員愛 帶回他的家人 而許多網友對於這段控訴者 是留言表示 其實她根本沒閨蜜吧 這個閨蜜就是本人 怎麼覺得這是套好的劇呢? 事實上 服員愛先前爆出不倫戀情 和江洪杰離婚後 竟還和當初出軌的對象在一起 也讓台日觀眾都十分反感